来接待外宾 现在目前好感度您是名列第一 您怎么看 谢谢大家的鼓励 赖孝佩亲民形象 让他副手好感度位居第一 也助攻赖清德拉拢年轻票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20到29岁赖孝佩 以35.7%占居第一 客户佩以28.9%紧追 领先侯兆佩的20.7% 30到39岁结果也相同 另一份风采民调也显示 赖孝佩年轻支持度都领先科武配 甚至在30到39岁 侯兆佩还高于科武配 选举校长都是一时之间都会有 而且每一家民调做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我们的年轻族群的支持度 还是非常有信心 要牢牢抓住年轻人眼球 民众党从7号开始将自办 KPTV直播频道 想办法自救 初期每天联播8小时 未来不排除24小时 不间断直播 我们有一个网路纵贯线的计划 纵的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拉长所谓的直播时间跟直播的内容 那横向的话我们当然会串联很多 现在包括支持柯文哲或是认同民众党理念的频道 过去美国有一个所谓的炉边谈话的这样一个做法 在晚上9点的时候 或是8点的时候 让主席来跟大家透过网路 然后第一线的直播 我们希望全民结冰 尤其是年轻人站出来 所以我们会放很多的东西 让他们自己就可以下载 自己就可以去传输 自频道坐有84万人的订阅数 柯正英不止自己开播 还要揪网红一起播 要打破在传统媒体的烈势 在大选中突围 靳新闻综合报道